好 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模式主持 I am 今晚比較少人 為什麼呢 因為比較少主持 今天有兩位嘉賓請了回來 我們今天要講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一些網上商店的 其實很多人現在可能多多少少都用過 因為現在實體店沒落了 不知為什麼 我們先聽兩位嘉賓介紹自己 大家好 我是遇識靈奈 大家好 我是小勇者 剛才說出聲那位靈奈 就是上次有陪同勇者出席的那位靈奈 以正視聽的公告當中 也都稱之為靈奈小姐和靈奈先生的分別 但不知大家有沒有看不明白這個位置 其實我寫的位置就寫得很靈奈 我寫什麼靈奈先生靈奈小姐 我就神經病了 現在這件事算解決了 再一次向這個黑豬白豬的靈奈小姐 不好意思 做成任何的誤會 我們今天要講回今天的主題 我們第一部分會講回一個網上店的生態 因為我們今天其中一位嘉賓 這個余飾靈奈 就是有經營這個網上商店 做一個訂購的服務 我們可能有些問題會 問一問他 大家都會好奇 或者我自己個人都會好奇 過往年代 可能大家會說我們去佳王 去信和 去兆曼 兆曼如人節之爛 拍得住血色情人節 但我們不會說C的 C的那些就給我隔壁台說 現在大家可能發覺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去到信和 為什麽好像買了這麽多電話殼 那調回到買電話殼 那時候升製賣什麽 升製賣什麽 升製賣什麽 好像又買了多些電腦 那旺角電腦中心怎麽算 所以傳出來又變成波鞋界 那問題就是 其實現在網店的普及 會不會因為門檻低了呢 事實上是的 各方面門檻低了 譬如說以前的人 比例十幾年前 但一樣東西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日語的普及率 因為其實主要做代購 其中一樣東西就是 那些人想買東西 看到網上或雜誌圖想買東西 但是他一時間想不到怎麽買 那他一時間想不到怎麽買 或者去找店舖 或者去找一些朋友 看他們無法解決 以前的人不懂人物 就覺得 經過日本人買東西 是很麻煩的事 所以寧願 給多一點錢去買這些東西 那相對於 現在的人不懂人物 他們就自然懂得去找路 去看看怎樣去幫自己買 各方面 那樣 那樣 如果我再問這個原理 其實 這個就不完全是行得通的 因為 因為日本買東西很多時候 有限制 譬如說你買很多電器 或者家庭用品 那你任何日本商店 他都可能 有一部份東西 會寄出去國外的 日本國外 但是問題來了 有些商品 特別是一些連向的商品 其實全部都不寄出國外 當然 所以很多時候 另外一個 左擾的地方 就是 一個日本地址 是 所以 除了 你說日文普及率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網店 那個 網店 或者人家可不可以自己訂 呢 最主要的 hindrance 就是 你有沒有日本在地的地址 可以收貨呢 對 通網店是一個選擇 或者是 跟日語普及其中一個有關的 就是 有部份人直接去日本讀書 那你去到日本讀書的話 即使你三個月也好 你半年也好 你就有辦法有日本地址 但是地址不是長期的 那是 可能就是他們在那邊再認識別人 即認識朋友 對 等於用朋友地址來做 對 但問題來 其實對比一下 你說網店 其實網店 老實說 如果你說借地址 其實 形式會有很多種 例如舉例 你會有些人是 我自己上網 買了一些東西 我只是需要地址 然後就 你給我你的地址 我填你的地址 然後你幫我轉運 即是 我要的那件貨 到達了你的日本地址 然後你只會做那個transportation 那也會有另外一類 例如舉例 不同的網上商店 例如你看到雜文化那邊 或者是任何人士都會 可能開一些 Gamman一邊 又會開一些 可能說 現在有一樣東西來了 一個價 訂價多少錢 你要買 就落訂 可能入數 這樣那樣 其實兩個分別 是很明顯的 第一個 譬如說前者就是 其實那個 購買者 他自己需要自己 執行所有的購買步驟 包括譬如說 做一些會員登記 然後再去做填資料 信用卡的資料也是用自己的 是 然後純粹就是 他運輸我方面 就是說 日本公司寄貨去 代運的日本地址 然後他幫你轉運 是 所以 日文的普及率 關事 我想很大的機會 就是關於這個部分 是 而後者剛才說的 就是 我什麼都不知道 總之 我看到有一樣東西 咦 正 開訂 放水 等收貨 分別都會有些不同 譬如說 提取那方面 就是拿貨 如果你說轉運 反過來 你的轉運模式 你是怎樣的 因為網店另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他沒有一個實體的實在 提取點 沒錯 補充你剛才說的 你說兩種模式 其實還有第三種模式 就是 他對於日本 或者日語 不太懂 當然沒有人幫忙 沒有日本地址 但是他想買的東西 就是 你實體店的訂貨 是沒有的 那麼 他就要去找 要不就找實體店去 下訂 一個叫做 ad hoc order 要不就找我們這些 網店去做 這些長期都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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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反而是 我們做得最多的 單 因為貨不通常 沒錯 所以 這個就是網店 我理解就是網店 以及實體店 其中一個主要的差異 因為 實體店最主要提供的 就是一些 大量 可以你 各人都會去訂的東西 但是 ad hoc order 我們做網店 一定會給它便宜 未必一定 我不知道 這個 就是我的經驗 我的理解 有你的道理 我認同的 明顯 等於我們現在 節目出家 大家都知道 還有20天 就出這個 Montem 4G 我們自己為 不是主持家 總之我們有玩Montem 不是每個主持都玩 是不是 畢竟零點都不出機 我們在討論 他現在這個日圓價 回到香港有多少錢 於是開始討論 但是 討論到最終 結果就是 某一個價錢已經可以了 但是 有另外的朋友 就說 不行 不會做到這個價錢 回到來 我的說法是 沒有人賺你 全部自己運 訂夠的一隻 除開 就做到 自己做完 自己做完 不賺朋友的 完全這樣 那就做到 你可以再便宜 任何街店 菜便宜幾十元 其實 真的賺了幾十元 但是老實說 以信和那個店租 那個價格 或者是 現在的價格 你也很難說 真的跟你收拾幾十元 你都給一塊水 你給一塊水 人收拾一下也好 當然 當然 你猜真是 那些什麼好景的 不知道多少錢租的 就算了 或者in-spoi那些便宜一點 我不是針對好景 不要誤會 in-spoi和好景 都是便宜的 不過 哪個不再便宜一點 就不管了 這個就是地產 但是說回提取點的問題 提取點 你怎樣給課人呢 就是地鐵站交收 或者 我自己是比較特殊的 我的所謂客戶 其實很大程度上 都是認識的朋友 甚至可以極端點出來吃飯 就交收 在旺角的地鐵站 我剛想地鐵站交收 你所有 就算你不是做網購 譬如做Yahoo的網上商店 其實基本上是一個問作的 但是反過來 剛才你說了 我們提及到 三種購買模式 其實你覺得 那個比例上 大概是怎樣 就是自己買 開訂購 還有一些ad hoc order 我自己就是ad hoc order 多的 就是我沒有可能 去做一些 好像店舖一樣 突然開過訂購 就說10隻 8隻 20隻 30隻 這些不是我做的事情 那些就是實體店舖做的 但是反過來 有個問題 其實如果不是實體店舖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面對 大家看到 可能在Facebook 或者不同的網絡都會看到 不同類型的網店 這些 大家可能看到的模式 都可以不外乎 Facebook的專業 就是page 或者群組 group 通常都會有這兩種模式 是 如果你說專業的 那可能偏向像 G-Song那邊的G-Buy 是 那就會可能 因為專業的模式 就是專業的主人 擁有者才可以出post 就是管理員 才可以出post 所以其實那些做的模式 偏向了 可能是開訂購 其實跟實體店其實是很相似的 是 是 但是反過來 群組那類 可能會比較兩架 是 因為群組 任何人都可以說話 是 於是有客人來 就未必會用PM的模式 可能就說我想要這個這個 然後那個壇主自己再回答他 壇主也會自己出post 開訂購 但是 你怎樣看同業的這種模式 嗯 幾樣東西 比如你說 開專業 其實我自己覺得 好像G-Buy那類 我覺得就像是一種 實體店的輔助 有些店舖 他就這樣 在店舖門口貼幾張紙出來 就OK的 譬如像信和那些賣Faker的店舖 那些店舖 那些就行 那些是二樓 對 二樓那些 在門口貼一張紙出來 就做到生意 但是有些是不行的 有些 那船仔也是這樣 是啊 所以就是 有些店舖 你剛才說 不介意開名 G-Buy 他本身 那個交收地點也好 他都是在工廠大廈裡面 或者是商業大廈裡面 其實不是這樣走腳的 起碼你平時行街不會去 不會刻意走上去 那些就是要靠網絡做一個輔助宣傳 那些就是要靠網絡做一個輔助宣傳 如果你說這方面 我有另外的經驗 譬如說 早年少少 我當大概可能 其實網購這件事 不要說網購 或者叫Ad Hoc Order 其實做Ad Hoc Order 的人一向都有 十幾年的 這些超過 但問題就是說 做Ad Hoc Order 很多時候都會是一些 舖頭附屬的 即是他另外幫你做的 你當是 但問題是 剛才也說過 實體店多多少少有租金壓力 其實我也有見過 有一部分 這些 本身是實體部的東西 由信和搬到其他地方 那 倉是 少見一點 但搬到旺角附近的商業大廈 是存在的 所以拿貨的提取點 可能就變成了 輸入大廈 而另外一件事 也是 當時興起 即是六七年前 即是 格仔店 會出現一些 就是 負擔低了 開網店 然後就在格仔店裡拿 當然 那些什麼拿錯的東西 也都出現了 同樣道理 其實有些同人組織 都會在格仔店裡放書 也是一個早期的做法 沒錯 但回復一下那個問題 其實 網店和實體店 你覺得最大的優勝 兩個優勝在哪裏呢? 好處不好處 實體店有一個 網店永遠都取代不了的優勢 就是 比較容易給到信心 給顧客 不會走理數 對 不會走理數 這個就沒有了 絕對性的 所以我們這些做網店的 主要都會做熟人 反過來就是 我們做熟人 我們就可以給到一些 實體店給不到的優惠 來譬如 如果我自己這樣計 我自己做熟了的話 你是不用給我 實體店有些都會 很少 做熟的人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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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譬如你大規模少少的實體店 都要交帳 如果一旦有個公司制度 大規模的實體店 只有多少間 都要這樣說 都知道誰 如果不是 例如小規模的 你真的做得很熟 可能會給少少 或者有些都不給 我想不給 做得很熟 兩方面 講方便性 其實 網店 我們這些 其中一個特徵 就是 例如我自己這樣計 零三個小時 零三個小時 丟一條連結給我 那我就 立即開始 無線可以拿你來拍 哈哈哈 實體店不可以 一定有正常的休息時間 開店時間 網店其中一件事 就是靈活 我可以遷就你的 譬如你說 你要拿貨 但是你最近工作很忙 沒有空 我剛剛買 哈哈哈 譬如你在偏遠的地區上班 我們可以直接送上去 都沒有問題 但是實體沒有理會 你自己下來拿 這些都是我們做網店 比較優勢的地方 大有大做 小有小做 這個是優勢 但反過來 如果以實際一點的說法 以營運價錢來說 你又如何評價大家兩者的分別 我們先講一個簡單一點 因為就是這樣說 太空返了 說輸 所以這些話題都會分兩種 有行課 沒有行課 有行課的書應該就不做了 如果用沒有行課的書來講 其實都很難沒有行課 看看什麼 有些了 少了很多 看看什麼 沒有行課的書 實體一點的例子 大家可能聽不明白 買本雜誌 電擊GS 網店和實體店 暫你個人立場 我不是問你多少錢 定價上的 應該是實體店贏的 我會直接回答你 網店不能做 對 這些就是網店不能做 第一 我們解解一下 痛重釘 有行課的 有行課的 一定是便宜 我們如何迂回 寄回來 一樣 第二樣東西最會輸的 就是什麼 輸的重量 這個就是 摸在那裡 但問題來了 舉例 例如其他一些 有個別的 日本公司 例如說 做Face Zero 接著即將會做 God Eater 2 動畫 不知道是不是2 他只是說God Eater 其實 的Audible 或者是個別的 一些 可能說 PC Game的公司 例如說 Alisoft 或者其實已經有些 綜合性了 已經變成 在那些網站 訂書 其實不一定是訂書 總之是訂東西 其實那個問題 回到實體店 其實未必做 因為第一 有些要Membership 有些就 沒有Membership 其實要處理連結 都比較麻煩 對他們來說 可能會不做 例如你講Alisoft 有些只是限制會員 才買 而那些會員 是要登記日本地址 那些正常香港人 是做不到的 你講Alisoft 那根叫什麼 XUSE 瘦瘦地皮 那根 永遠之神劍 那系列 這些都是要做 實地址 才可以訂 對 那就比較牽向麻煩 對 反過來這些就是 我們網店的強項 Alisoft就算好 剛才神劍那間 是要給年費的 我記得 是最麻煩的 所以抵他下班 現在真的 哈哈哈哈 他出不了好遊戲 不過這個不是我們 討論的 不是今天的話題 好像一千五日圓 一千日圓 我記得 我也不記得 差不多 我看過一兩次都沒有 那你一年買一次 一年就給一次 很不值 很傻的 好 那說回剛才那個話題 譬如說訂書 舉例 套題目 訂空之境界 或者非zero 的原話集 基本上你不會在船仔看到的 通常都是 要是有網店 要是就可能說 你ad all order 船仔都未必做的 那本東西 我記憶所及 空之境界為例 極端一點 分六本 然後另外再加兩本 總數有八本 那他每本 我沒有記錯 他每本很厚的 因為他一盒有兩本 一本一kg 8kg 3000日圓一本 大概這樣去說 你當可能說 如果2日圓價 就當24000日圓 一般網店 我不是問你多少錢 你覺得回來會多少錢 我就不可以代表所有網店 就是舉例 舉例 起碼你本身的輸價 你已經承認 別人都有理人的 你承認 算數下去 有些可能提高多 一至兩算 就打個運費下去 有些就值得跟你說 拿個運費 這樣 因為網店 計價 一般網店都是 反而會有少少彈性 因為有兩種 有些人就明馬實價 有些人就可能 虛側 所以其實你 再視乎 每個網店自己的定價 很難回答 其實這些價錢分得很小 你說本身貨價 每個人只能看到貨價 貨價完 特別以前 你永遠都會看到 哇 那些價錢不是八千元的 為什麼回到那裡變成千五元 這些是經常看到的 然後你就會承認 其實他買了那些什麼 然後那些 那些是四公斤的 然後你就很容易明白 會有這些問題出現 但是以前 大家很承認 然後就會說 他會找你品 困水 是啊 那你就去想一下 運費多少錢 你自己有多少EMS 這些真的沒得說 那EMS真的快 EMS就是速遞 其實性價比來說 EMS很優勝 如果你不太看錢的話 你變成一本書 多了五十元而已 如果這本書不夠Q的話 應該貴一點點 差不多了 不重要 如果你說舉例 這些入售錢 譬如說 貨價 有時候會有銀行的費用 是 我想做一個普及教育 這件事是香港人來說 是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在日本來說 銀行戶口過數 去銀行戶口 是要付手續費的 而且是很貴的 嗯 比開就覺得沒一回事 是啊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這些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種成本 他永遠不知道 譬如有些人 我試過一些例子 就是說 在Yahoo Bit Japan 看到一些東西 一日圓上Bit 那麼 一日圓很便宜 最多是十元八元 我說不是的 我打開一條數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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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都要 然後 他說 你不要探你小便宜 一日圓你回來 不是一日圓的 當然不是 其實最愚蠢就是 Bit便宜的 是的 越便宜你就覺得越愚蠢 是的 因為他運費的 淋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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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 成千多耶 是的 你舊的東西才是一千耶 其實你回來已經三千頭了 是的 那你整個月後 你最愚蠢的 因為基本結算費用 佔你整體的Payment 太大了 六成這樣 那你就真是傻了 例如剛才一千耶 例如剛才一千耶 另外一千耶 就是什麼呢 有些比較舊款的Trading Card Game 你知道在日本有儲分賣 一千耶就一磚一磚賣 有一次買 有個朋友跟我說 我要這個十個 對 拼了十耶 你舊一舊一舊 一舊一舊一磚 拆到一舊 這樣寄回來 知道多少錢 不會明白的 很多時候以前不會明白 現在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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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要跟我們說 有這樣的費用出現 你不能給予 日本生活 是有很多 香港人想像不到的雜費出現 舉到另一個例子 剛才你說過 Yahoo 必須的 或者Orson 有些人會覺得很奇怪 例如說 我要必須幾樣東西 然後我去找 找價錢 然後找到 咦? 這幾個價錢最好 有些人就不理會 你要我要這個 那我就要這個 那我就要這個 都做到 免得解 但實際上 我發覺 同一個銷售 都有些貨 可能貴了一點 那你分開了 入數費 就分回三個人 沒錯 那你的基本成本 全部成三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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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誰是愚蠢 其實他只是一條數 那他就不會理會 因為香港人很多 我們香港銀行太方便了 他們正常 香港人不會有這些意識 原來你過數要付錢 給收費 其實挺貴的 貴的 貴的 實體店和實體店最大的分別 除了一個信心的感覺 另外一方面 實體店很多時候會貼一些紙 說開訂 當然網店 你會貼一張圖 在Facebook 也可以 可以 但問題就來了 反過來 有些事情 網店 可能少遇見 實體店 經常遇到的 可能通常都是 五點多 七點 放空時間 有個人進來 然後就拿一張圖 以前是編一張圖出來的 編一張A4字 現在呢 就拿個電話 指一張圖 有沒有一隻啊 然後看著一張圖 Dpixel不要再低一點 一二幾乘二八 想怎樣看啊 什麼來的 什麼來的 最糟糕的 有些人是輸的 你真的摸在那裡 我連那本書的 月份 看到書名 書名 形狀看到的 月份看不到 就死活了 也不知道買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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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記得嗎 真的玩嗎 永遠都有這些人 這些人長期都有 這些人就算好的 如果一個例子 就是說 那件東西還沒賣 更常見的情況 就是說 這件東西有沒有 這件東西是06年賣的 然後你又呆 然後 就沒得訂回來 哇 還沒得訂回來 可以試一下 看他再出 就是永遠都有這些 就是 大家都要知道 除了elta 或者GSE 這些Figure 之外 就很少人會重出 很多人都會分 分兩水出 這件東西都很少 很多時候 一批過 有就有 沒有就算 分兩批過 有時候有的 Anime 有時候都會做這些 但是其他店 日本的商店 特別是在宋宇華 還有沒有特典 那樣 你都很容易問 有些人 你不是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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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問題來了 實體店 很多時候會遇到這些東西 就是 他可能拿一個 恥去經年圖出來 那什麼資料都沒有 那 網店有沒有遇到 譬如說 有些人說 我PM你也好 Facebook也好 或者Message也好 電話也好 Email也好 有 有 有的 多不多 多就不多 因為網店有個好處 就是 或者最近的網絡比較發達 我通常都會說 問多一句 你可不可以給我 通常都可以給到 有一次試過給不到 真的幫不到 真的幫不到 真的找到 看看什麼東西 買什麼葫蘆藥 但是網店給了 應該是一個普世價值 對 沒錯 社會共識 對 但是問題是 如果 舉例 有幾個客人都想要同一件 但他們會分開發聲音 其實那個統合又怎樣 譬如說 你會不會說 有幾個人都想訂 我 譬如說 拆了一些命令 然後就 開個姿勢問 現在開訂 因為現在有另外一種 有幾個訂起就成團 就是團購 團購 不知為何 團購的壓懲 這樣 那 有沒有考慮過 或者對於這種模式 又怎樣看 其實 我不知道其他網店怎樣做 我自己的處理方式 就是 假設如果真的 幾個人想買同一件事 那就 夾在一起問 或者 在 Line Group 裡面 組合在一起 然後 說回這件事出來 看看 到時候怎樣夾 還有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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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和WhatsApp 對 那類東西 我不知道 我習慣了 覺得這些東西好像很Facebook 都是社交通訊軟件 其實那個功能也是一樣的 就是 將他們買同一件事集齊 然後看看可以 跟他們說 現在不只一個 你們幾個都是買這些東西 看看大家怎樣可以配合 主要是鐵線運費 但反過來 再說一個更具體的 如果大家要不同的店鋪特點 那怎麼辦 即是店鋪特點 要幾個不同的地方 我要Merset Merset 好像手指的皮 我要Amazon 我很歐地的 不好意思 我要Amazon Gammer特點 Amazon 沒有特點 Line 例子很差 我要SoftMac 要Anime 跟著那個可能要下天 其實也要下天 這樣幾間 那怎麼辦呢 你又 沒得算的 雖然下單 如果他是這麼堅持 一定要的 說服不了的 可能他真的為了特點 買那件產品 你也要給他買 那你就發一個Email 跟別人說 你的特點沒有了 你要什麼行不行 要不然退錢就可以了 不會這樣做的 不會這樣做的 即是我們服務為先 他要那件事做到 我當然要做給別人 千萬不要打電話 記住 會不會試過 譬如說 剛才那個Case 有三個不同的Buy 但就是剛才的情況 A就要去樂天 B就要去阿華索 三個不同的 如果他們真的堅持 就各自下單 給他們 當然 他們是不是堅持 如果在交涉的過程中 他們說 如果這樣 群組合一起買 或者大家都買 可能Gammer 便宜一些 做一些師傅 各客人怎麼想 你說起這個 我就想起另一件事 突然間 就是 如果做不同的店 會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比較傳統的 我不知道現在還存不存在 就是 間間沒有很多的機貨時間 是不同的 基本上 真的 看看你好不好 因為現在我的理解 他們都委託了專門的速遞公司做 例如 Gammer 好像是被佐川去做 什麼 看看 日本公司委託那間 日本速遞公司 會不會把你的 群組合一起 這些 你根本控制不到 因為以前的普遍共識 有幾家人快些 有幾家人慢些 現在應該少了這些問題 我認知通常都會外判了 沒有說自己是跟車隊 看看那些物流公司怎麼做 這些 我們香港控制不了什麼 三個月都未到貨 那這些太誇張了 這些是批評你 要不就扭單 扭單而已 扭單而已 不要批評 最後問多一點問題 例如你說 對於做網店的持續性 或者是長遠來講 你怎麼看 它跟實體店之間的角力 其實你問我 大家的市場定位 開始會越來越分歧 例如我們網店做的 所謂Hot Order 我想實體店會越來越不做 因為那些賺的錢 不會真的夠多 而他的利潤 不足以補償到 他的營運上的麻煩性 所謂秀田 對於那些要揹著一間店 去跑數的實體店來說 這些Hot Order 很秀田 所以這些單 才能給我們做網店 成本負擔比較低的 才能做到 所以我覺得兩者會越來越走不同的客路 開始是兩樣東西 OK 但又延伸另一條問題 做網店還是做網店 其實不同人有不同的做法 但我反過來想問一問 其實如果做網店有些人是開訂 始終都會 開訂多多一點就可能會摘死貨 等等那些 其實我 即據我了解 無論網店也好 或者實體店也好 其實越來越少人做Figure 是 那做書 或者做精品 其實做書 或者做特典的東西 特典的東西 普世價值的東西 做網絡 那些商法 我們不宜置評 但其實也回歸另一個問題 就是 做至上限定的Figure 這類型的 其實你有沒有受過呢 反過來 至上限定 我自己就沒有受過 我自己有想過買我自己 但是 很容易 回來 好了 我們第一節暫時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還未完 我們還會說 除此網店以外 另外一邊 就是 兩位都去了台灣的一個銅銀展 再講講那邊的見聞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